死就不远了 绝对不是骂你呀 是警告你 这是好话呀 现在没几个人会说这种话来劝你了 他父母都不懂的呀 你看很多人 他怎么样呢 他到色情场所呀 去赚钱 那不是说像刚才这个观众讲的呀 找三四十个男朋友 那到色情场所我们讲 哎呀 我们民间老话那是妓女呀 三陪女子 风尘女子 那个赚那种钱 那自己的下场就更悲惨了 这位观众啊 也是我们今天中午刚刚认的 也是啊 辽宁人 他呢 学了传统文化 听了论坛 也是希望啊 通过他的这个经历啊 来告诉更多的人 不能够走这条路 哎 非常的痛苦悲惨啊 只有死路一条啊 那么这位观众呢 他当初跟丈夫吵架 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你如果在外面 你如果在外面找情人 你找一个女子 我就找十个男的 说过这种话 女子 讲这种话 太缺德了 他不懂得怎么做女子 这不能怪他呀 没人教过呀 什么人 才会 找十个男的呀 我们都知道啊 风尘女子啊 哎 说了这个话 真的以后啊 就做了这个事情了 是吧 我们下边呢 就来采访一下 当时是在发廊里边呢 做这种事情 是吧 我离过婚以后 嗯 蛮多着的怨恨 怨恨 我就想报复 把自己所有的积蓄 拿出来去做整形 做什么 做整形 整形 我们大家可以通过大屏幕 啊 来看到啊 这位观众 他的外形 啊 那么请问呢 这个都是整形整出来的 对 啊 鼻子也是假的 现在冷一些 热一些的时候 我特别痛 呃 眼睛呢 经常 嗯 干燥 然后都是切的眼带 牙也是假的 现在吃饭 不敢嚼 只能是吞饭 呃 还有 呃 龙胸 现在胸经常的痙磷 呃 在这种情况下 我也承受了很多的痛苦 有的时候晚上睡觉 压了一下 也不舒服 特别的疼 这些花了很多钱是吧 我开发廊 没做这种色情服务的时候 我是一剪的一剪的 脚头三块钱 我家在农村 脚头三块钱 然后 攒了 呃 几万块钱吧 我就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去做整容 就等于是做了一张假脸 对 啊 那现在 现在 这个反作用力 这个报应啊 很明显是吧 对 嗯 这个脸特别疼是吧 对 呃 内疼现在是堵塞的 堵塞 然后一流泪的时候 呃 有的时候流的就是那种黄色的 浓水 对 呃 鼻子呢 就是呃 热也不行 冷也不行 味道刺激了也不行 这个假牙呢 也不行 然后咬东西 虽然我从来不敢吃 然后我 那吃饭呢 吃饭就是吞饭 吞饭 对 不敢嚼 疼 特别疼 吞饭就是不能够嚼东西 对 各位观众啊 我离着这个老师比较近 啊 我替大家看 她的这个脸呢 根本看不出来任何整形的痕迹 很多人今天女孩子都羡慕啊 哎 你这整得太好了 整容整得一点看不出来呀 看是看不出来呀 你受的那个罪你知道啊 太痛苦了 整形有多少年了 呃 32岁那年做的 呃 我说有多少年了 今天我40岁 呃 8年了 对 那这些年一直啊 都是很痛苦的 前几年还可以 现在越来越严重 呃 病症前反上来了 而且这个鼻子现在 呃 有的时候稍碰一下 声音大一点 现在我这个鼻子一碰 有的时候洗脸不相应的时候 它就会错位 就歪了 对 我还得给他又扶过来 唉 您别鼓掌 这不是什么好事 这个 这个整容之后啊 怎么会去做这个色情的行业 我就是想报复 嗯 报复 然后你不是喜欢桑拿的小姐吗 那我就做小姐给你看 你不喜欢我 我有很多男人会喜欢我 其实我原来挺漂亮的 呃 挺淳朴的一个女孩 经过这次整容 我真的身心非常痛苦 在做手术的时候 就像上战场一样 那个铁架子 然后弄的那种大铁扣子 把自己扣起来 当时打的麻醉剂的时候 我就有些害怕了 然后 嗯 他给我打麻药以后 不知道 那个铁扣子就跟 嗯 像这个脚型架一样 对对 嗯 一个 整个脚都给你扣上了 那么说明啊 那个过程一定非常痛苦 非常疼啊 对特别疼 啊 我们大家看到了 在做手术的时候啊 你很疼 做完手术之后啊 你还是痛苦 而且呢 会疼一辈子 大家想一想 错了 哎 人 为什么要破坏自己这个自然呢 这个是自然的 你破坏他干嘛呢 破坏自然界 自然界会给你 一个惩罚呀 会给你一个报应啊 哎 那么我们再来问呢 做这个色情行业啊 做这种事情啊 做了多长时间 一年零八个月 那一年半的时间呢 第一次是八个月 第二次是一年 就是做这个行业啊 我们知道啊 真是为人所不耻 这个还在其次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他的报应 他的反作用力 他的惩罚 太重了 您给我们大家讲讲啊 这个身体上受到了什么样的灾难 纵欲啊 对 最开始的时候呢 八个月的时候呢 就是妇科病比较严重 到哪儿治也治不好 每次打消炎针的时候呢 我就二重感染 然后呢 就是在我做桑拿的 那个附近的小医院 都不敢给我打 我二重感染以后呢 就是整个这个血管 打上针以后呢 就是菌群失调 整个这个手臂和这个身体 就呈现那种树网状的血管 全都鼓起来了 那医生就害怕了 怕我死他家 然后就不给我打了 我也怕死啊 我后来 我就打那种菌群失调的针 特别特别贵 那一瓶就两百四 一个是这个妇科病 对 大量的呀 吃药 打针 对对 我们听到啊 刚才讲了 做小姐 风尘女子 在歌厅也好 发廊也好 真的是啊 你挣到的钱财 都是凶财呀 那不是好来的呀 那个钱财 最后都送到医院去了 落不到你的手里呀 不但是这样 他附带着凶灾呀 你的身体呀 会受到巨大的创伤 一个是妇科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 那我在这期间挣的钱 都被一个男人骗取了 骗取了 现金是 十多万吧 我们看到 还有我的车 他赚到的钱 怎么赚来呢 自己的身体呀 女孩子用自己的身体 去赚钱 我们讲 哎 怎么会 犯这么大的罪 走这么错的路 他赚十万块钱 不容易呀 最后怎么样呢 你那个钱是怎么的 骗人家男人的钱呢 最后怎么样呢 通通被人骗走了 连车在钱 十万多是吧 被人骗走了 骗完以后 这个时候 我病就几乎不能动了 当时 还有什么病呢 除了妇科病以外 最严重的就是肾积水 肾积水 对 肾柱肥大 左肾比右肾大 四增三厘米 医生 左肾呢 比右肾大 太多了 医生 他们 我在那排那个 就是 那叫持工症的时候 所有的医院的那些医师 都除来了 每人拿了一个单子 在那比比哗哗的 我就知道不好 因为别人在排这个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人去研究 我这个怎么那么多人 在研究我呀 我就知道要出事的 因为我已经不能动了 然后当时 我颈椎也不好 手经常的这样颤 然后手麻 还有下身呢 总是冰冷 就是夏天的时候 我还得穿裤子 然后血液不畅通 出现了这种 这么样的 点状的那种 斑点 红白色的 整个夏至总是冰冷冰冷的 那医生最后说怎么办呢 他说要换身 换身 四十万 四十万 那然后呢 我说我四百块都没有了 四百块钱都没有了 然后呢 那怎么怎么活呢 那肾不行可就麻烦了 不要难过 慢慢讲 慢慢讲 不要难过 当时我身体不能动 整个脊柱回头都回不了 我理发也理不了了 我蹲下起来 上这时候特别痛苦 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 我总是从床上一点一点的爬到床边 先把脚放下去 然后用这手机上的身体赚钱 每天几乎都是在爬着过日子 爬着过日子 我们大家听到了 为了赚钱 为了享受 为了呀 那很多女孩子 你看看 她不用费力气 出卖自己的肉体 你看看 做这个皮肉生意 她就能够赚到多少钱 很多女孩子都羡慕这个 一定要看看我们这个采访 一定要看看这个光盘 她才明白 你不但挣不到钱 你还得到一身的病 重病 灾难 最后医生怎么讲啊 说如果不能换身 这人怎么办呢 就是等死 就是等死啊 那然后呢 你们这个 然后 我又回到理发店 我自己的理发店 然后 我就坐在瞪着身 用脚在低血咕噜 那样理发 这个时候 一个学习传统文化的老师 他走到了我身边 这个时候 我告诉大家 我查钱都查不明白了 人家拿五十块钱交通 我找人家九十 你是不是经常啊 觉得自己啊 这个脑子不好使 对 别人家能看见那马虎龙没有干 我看不到 我经常掉下去 我们看到啊 这位老师 他讲的这些症状 就跟我们刚才汇报的是一样的 他的脑脊 脊髓 大量流失 最后怎么样 最后就没命了 多年轻啊 三十多岁 就不行了 肾就要没了 什么原因呢 为了享受 不劳而获呀 能够赚到一些钱 穿名牌 吃得好啊 跟我们讲 为了这种生活 还有怨恨呢 为了报复啊 然后怎么样呢 每天 去做这些事情 赚到这些钱 最后我们看到 这个结果呀 那么 我们再来问呢 这个学习了传统文化 学习了 真正的自然规律了 有什么样的变化 改变呢 自从 自从学习传统文化以后 我就从我自己身上改正 然后 去帮助别人 在我 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母亲 我打电话 我说 妈 你上大连来玩啊 夏天了 可以下海了 我妈说了一句话 我哭了一夜 她说 你可要我多活两天吧 她不能够看到你哈 这个病成这个样子 那后来是怎么帮助其他别人呢 我就从大连报纸生 去找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我把发廊每天挣的钱 就是除了我自己的生活费以外 我就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人 用外捐款是吧 对 这是学了传统文化之后 才明白的 要赎罪 是赎罪 我以前 谁上我家要饭的时候 一个老人 煮了个棍儿 他上我家要钱 我就给他两毛钱 他扔给我 他说你自己留着款着款着 我就骂他 我说你这老不死的 你怎么不饿死 我饿死了 这个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啊 帮助很多的人 也往外捐了很多的钱 对 是吧 我先去到人家 把这个 先把发廊挣的钱 哪怕挣一百 我晚上也上他家去 只要他能让我上他家 我就上他家 然后我今天挣一百 我就留十块 剩下的我就给他 或者是三天 攒个三天两天的 攒个三百二百的 我就上他家去了 去了 他 他一看 我还能给他带钱啊 他有那种想法的时候 我就顺便就把地质规介绍给他 然后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看 现在我都能动了 那你病也会好的 就这样 就是到那些病人家里去送钱 对 不认识人家 不认识 这些病人呢 完全都是在报纸上找到的 对 找到的这些病人 也不认识人家 就到人家里去送钱 对 然后呢 看他有了好印象 在给他传统文化的光盘 对 我就把你们那个 唐山企业家论坛的那个碟子 我就给他们看 我 我花了四百多块钱 买的那个小的机器 客户机 不是 就是那个VCD 能看电视的 我怕他家里头 没有碟子 没有机器 我就带着这个机器 我就到处去 白天 我就从报纸上联系 我白天在发廊脚头挣钱 晚上我就去 带着这个机器 到人家去放碟 有的时候 太晚了 我就在他家住 早上起来带理发 就陪他在那看这个碟子 每天挣的这个钱呢 只给自己留十块 剩下全部都给这些病人 也不认识人家 有的时候十块都补到 我就买那一块钱的富强挂面 我 就是 就是赎罪 对 我把这挂面 我一天吃两顿 我吃不饱 我就喝那个面条汤 我把这天 生出来 去 赎我的罪 各位观众 我们采访的最后啊 大家看到了 一场论坛 一套弟子龟 一套啊 这个光盘 真的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让过去这样一个危害社会的疯尘女子 她能够回头去救人 为什么呢 人性本善 人都有人性啊 任何人 连那些畜生 她都有天性啊 她都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孩子 爱自己父母啊 善于妈妈的故事我们讲了 乌鸦反哺的故事 我们也给大家讲 那是真的 动物 人 生命 都有天性 她本善 所以我们真的是借着这个汇报啊 我们想告诉各位 我们不要 看不起那些 疯尘女子 不要嫌弃她们 她们也是糊涂 没人教她们呢 一有人教 就变成了大善人了 就变成舍己为人的人了 这是真的呀 请坐 好 我们有的时候啊 坐在台下 坐在电视机前 看到啊 我们现在还不如她呀 真的呀 她自己 过得这么苦 为什么呢 她要赎罪 她过去有罪呀 她无论如何 要用这些钱 来救人 不要难过 跟我们讲讲 现在身体怎么样 现在我病全好了 腰也能动了 大家看到了 我都能去90度的功能 在医院 医生和医药的配合下呀 我们什么病 都能够得到康复 你说我怎么在什么方法都用过了 医院医生医药都配合过了 我怎么不好啊 你的心没改 那是病根啊 那些东西啊 真正要靠你的心改 为什么呢 静随心转 向有心生啊 环境 是由你的内心 来决定的 所以这个身体 怎么好的 怎么坏的 你知道 你心坏了吗 他肾就坏了 心好了 慢慢的 在医院的配合上 他就能好啊 这是真理呀 采访最后 请您给我们大家 说几句忠告 尤其是那些 那些好吃懒做 好目虚荣的女孩子 最后呢 我奉劝 还在 还在商拿 酒吧 还有那些 社情场所工作的女孩们 有没有病 只有你知己 知道 不要隐瞒这个病 它会 要你的命 我希望 通过 我的这次采访 能让大家 把我的故事 讲给那些 妓女们听 让她们回头 让她们 为了天下的父母 回头 在过去啊 在过去啊 您有很多的 这些女朋友 这些女孩子们 都是做这个行业的 她们身体啊 都有病是吗 都有 每个人都有 但是呢 她们不去治 或者治也治不好 而且是带着病 也要去赚这个钱 恶性的循环 那就是啊 不要命了 所以今天的人呢 太疯狂了 尤其年轻人 太疯狂了 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照片呢 恭敬爱晚期啊 你不见到这个 你是不会害怕的 老认为 弟子规 传统文化 没有用 钱才管用 等到你拿着钱 得了绝症的时候啊 你才知道 钱是没用的呀 道德 自然规律 才能拯救你啊 采访最后 我们感恩这位老师 也祝福他 一人平安 谢谢大家 祝福他 你不见到这种 地区 当然 你不见到这种 他说呢 现在的确有很多的女性啊 得了这种啊 妇科的疾病 难道她们都是不道德的吗 就没有其他的原因了吗 在这儿呢 我要告诉给各位观众啊 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啊 他绝对不是这么个说法 这误会了 我们告诉给大家 你只要色情犯案 这种灾难 你很难逃得掉 但是呢 疾病的原因 种类有很多 就像糖尿病 糖尿病原因很多 其中一种 就是纵瘀 这个子宫癌 宫颈癌也是这个啊 原因很多 其中之一 大家记住了 是其中之一 是色情犯案 所以我们呢 要把这个话给大家讲清楚 我们大家知道 凡是身体的病状 我们今天 为什么很难好 为什么呢 很重要一个原因 就是不认错 他就认为是偶然的 我很好啊 我不缺德啊 我一切都很好啊 你看我怎么得了肝病了 我怎么得这病了呢 哎 那你就这么治嘛 就算了 你就去找医院嘛 最后我们到医院 看着治死了 给他开了多少药 也治不好 那为什么呀 这种事情很多呀 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 人 生病 原因很多呀 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违背了人性 不孝 不忠 不怜 不耻 原因很多呀 都可以导致疾病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人们 如果不把这个真相认清楚了 还认为生病是自然的 人一定会生病 那就没救了 也就是说 色情泛滥的人 他反省 就像刚才那个老师讲的 我错了 那么你得了这种病 你说我心脏不好 你也要反省啊 各自反省各自的 你那个病就能好 这是真的 我们大家要明白呀 人本来就是健康的 你为什么会生病呢 中医告诉我们 人是可以不生病的 违背了道德 你总不认这个账 你总认为是 他是偶然生病的 那你就很痛苦了 你就很难得救了 这是真的呀 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两天汇报 医院已经放弃治疗了 我们张华老师 医院已经放弃治疗 没救了 最后他反省 他病真的好转 所以我们告诉给大家 第一个我们要配合医院 配合医生 第二呢 我们要认真的在自己的本身 我们是健康的呀 人家说性本善的 好的呀 他怎么生病了呢 反省自己 这就能够找到出路 我现在坐在公交车上 我看着那小姐手指甲挺长的 那头发挺爆的 或者是眼睛磨得挺像 小姐的衣服穿挺短的 我毕竟干过这行业 我就知道她指定是小姐 我就在公交车上 我也跟她讲 我就讲做小姐 我是怎么有病的 我后来不能动了 我就希望这个种子 给她种下去 不要想我 见到 见到一个就一个 因为太苦了 做这个行业可太苦了 你什么都得不到啊 最后一身病 而且无数的灾难 那个报应啊 等着你啊 我是个非常强悍的女人 我是开美容美发学校的 我非常瞧不起我丈夫 我总觉得她不能挣钱 我就天天看着她 总怀疑她 明探暗探流星探 这明探呢 就是她单位 同志 我都给电话联系 二十小时跟踪 暗探呢 把她的办公室电话 传呼都配成算的 只要有人传她 我就马上知道 谁打电话 连相我就得打回去 流星探呢 就是每天雇一台摩托车 雇一台出租车 我把家里 我们结婚的照片呢 给着司机 任这个人 任完人以后呢 就跟踪 就在这种怀疑 自己的憎恨心当中 我丈夫实在受不了了 然后才跟我离婚的 这个胸呢 晚上就惊乱 昨天下午 还疼呢 然后那种痛 真的无法形容 就像有针在咋 有的时候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今晚醒了 我就恨我自己 我当时做整形的时候 也非常痛苦 刀口在这一窝这 整个把这胸腔全剥离 然后把甲皮放里 整个身体又撒布 缠起来 都是纸黑色的 就是把整个这层皮 全部剥开 哎 疯了 这个人呢 现在啊 为了色情 为了纵欲 为了能够让自己美 吸引一心 疯了 真的是 什么事情都敢做得出来 现在 这个报应来了 痛苦啊 痛苦无比啊 这个时候 我就地上活了 我吃 我的安眠药 吃完以后 睡了五天五夜 最后给抢救过来了 没有人管我 要爱人来 那个时候 我开不开门 每一天都是这样 过日子 大家看到啊 什么叫人间地狱 什么叫做 自作自受 还是那句话 警察不来找你 我们看到了 多痛苦啊 哎 在 为赚这个钱的时候啊 他想不到 第二天 这大姐姐来了 他告诉我 他说你忏悔吧 我说怎么忏悔啊 他说你 就把你做那坏事 说出来 那坏事都做绝了 我跟谁参呢 他说 你就给我参 我就给他归险了 我说我不是对不起你 我也对不起天下的父母 我 现在我告诉大家 我病好了 我能睡觉了 我能上厕所了 我能自己站起来 我能给整个屁股功了 我感谢专家文化 我感谢老祖宗 再来关注超女王辈 整形致死事件的后续报道 王辈所接受的整形手术中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有关业内专家 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 分析了几种可能导致 王辈死亡的因素 王辈接受的最主要手术 是下合脚膜骨手术 这一手术通过去掉脸颊 把两边的一部分下合骨达到瘦脸 并呈现锥字形脸形的目的 是把这块下合脚磨掉 或者剧掉 就是我画的红线这一块 据介绍 由于下合骨中有一条主要的静脉血管 一旦出现失误碰断或割断这条血管 就会引发大出血 其压力足以让血液喷射到天花板 处理不当就会导致患者死亡 很正经 不是很有经验的话 一把把它指住的话 这次往气速就回缩到这个洞里面 这时候就必须采取第二步 就应该做井外动漫的按压 此外 这种手术可能会导致死亡的原因 还有麻醉问题 专家提醒 下合脚磨骨手术风险较大 病人即使手术顺利 也有可能出现面部麻木 嘴角歪斜 衰老加快等问题 做了这种手术 脸虽然变小了 却更易衰老 目前卫生部已经责承湖北省卫生厅彻查王辈整形致死事件 并要求各地落实规章制度 对医疗美容加大监管 不过据了解 在中国医疗美容并没有一套严格而完整的准入机制 因此隐患重重 中国古人给我们世世代代学的这些教育 都是克制我们的欲望 大家想一想 中华民族五千年 生生不息 世界三大四大文明灭了三个了 三个都灭亡了 为什么独独中华文明没有灭绝 中华民族没有灭绝 大家想一想 如果这个民族受的教育不是中医 不是这种保护生命的教育 它是反过来中欲的 那这个民族一代不如一代呀 而且人都死得早啊 你这个民族早早就灭绝了 大家不相信 把价值观一换 你现在就中欲 你就吃喝玩乐 找四季有钱就弄这个 什么清新寡义 传统文化 伦理道德 各位有什么关系 活一天就是享受一天 你用这种价值观 你去看 看什么呀 看我们最近十年 十五年 你看 最近十年来 大家在网上 在电视新闻我们看到 糖尿病的病人 已经到了十五岁了 十五岁就糖尿病了 堕胎的女孩子 十四岁就堕胎四次了 同居小学六年级 同居了 在宾馆里开房间 这报纸上等我们都看到 广播电视都有啊 终于啊 大家想一想 还有很多年轻的中学生 大学生 萎靡不振 身体非常弱 虚弱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会一代不如一代 色情泛滥 那可不是说光是什么精神文明根 不是那么简单的 它关系到你这个家族 你这个地区 你这个社会 你这个民族的 长治九安啊 这个心脏啊 就像君主的君一样 身上呢 就像大臣的臣一样 君臣关系 心一乱 你看到 哎呦 这美女一看到 那个黄色的 一看到这些东西 乱七八糟的 你这膝一动 也就是这个皇帝 这个君的一动 皇帝一跑 这个大臣呢 他就不在本位了 哎 这是长治 皇帝都跑了 大臣肯定也跑 哎 大大臣这一乱 圣经就受伤害 圣经就受伤害 圣经里面有气 有神都受伤害 有一个妻子 真是 那个是九十年代 刚刚兴起来 穿衣服很暴露 哎 这个妻子穿上挺摩登的 跟电视里学的 哎 摇着就 哎 招摇过是出去了 走在路上 好多男的看 哎 其中有那个小流氓 过来也看到 这一看呢 他边上的丈夫急了 最后啊 跟那个小流氓打起来 他丈夫被当场的打死了 一件衣服 你看看 我们这才知道啊 人 你会穿衣服吗 你会吃饭吗 你会当爸爸 会当妈妈吗 哪一个地方 都有规律在呀 你现在跟他去讲 他跟你说什么 哎呀 什么年代了 多累呀 他讲这个 太累了 我们现在要放松 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开放 你那样去放松自己 是有代价的 我们看到今天的女孩子 走在街上 露奇妆 哎呀 他把那个肚脐 后边全都露着 哎呀 然后那个牛仔裤 挽了好几层 每次你看到他 你都想把那个牛仔裤 卷起来 那个给他捡下来 糊在他那个肚 那个腰上 哎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说你怎么 你怎么这样呢 你怎么会 你为什么呢 各位 大家呀 学了中医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呢 知道啊 这个肚脐 前面和后面是什么呢 我们中医告 这是命门的 命门的 你老露着他 将来的女孩子 像痛经啊 痛经啊 你坐月子 当妈妈的时候 难产的 种种这些 都会出现 你这是要命的呀 哎 你看着好像是性感 伤自己的身体呀 这是真 所以我们出差 去东北 啊 大冬天 啊 你看那个下大雪 那个女孩子 好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那下边跟没穿衣服 两条大长腿 走在那 所有人是 司机都不都不看路了 都看他 各位啊 首先害自己 你想弄个棉被过去 给他包上点 姑娘 不要这么穿了 你这会生病的 咱们是一片好心吗 不是别的意思吗 你说你弄得这么吸引人 你 各位 不是好事啊 所以我们常讲 红颜 薄命 你说他长得很美 他为什么命这么薄呢 跟各位讲 有道理呀 为什么呢 你自己呀 你看看 你自己长得很美 很性感 你走在街上 你不性感 你把自己打扮成 性感的样子 那怎么样呢 这叫红颜 古人讲 这叫红颜 他为什么薄命呢 因为你走在街上 那男的都看你呀 他看你 你不可能 那个心特别安定 你的心老是 也是跟开了锅一样 所以说 他心里七上八下 神魂颠倒 你也是神魂颠倒 所以一个神魂颠倒的女子 她的命运一定不好 为什么呢 做什么事都不成吗 当太太也当不好 当妈妈也当不好吗 原因就在此地 红颜薄命 绝对不是看不起人的意思 再有 有的人就讲了 还有个问题 说这个现在啊 街上啊 卖这种啊 这个这个川菜 尤其是年轻人 他特别喜欢吃麻辣的 非常喜欢吃 这个 现在川菜啊 麻辣火锅啊 火遍全国 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就问这个老中医 所以说学传统文化 真的是学真理 拿到手里 到社会上 一看 清清楚楚 什么都瞒不了他们呢 怎么讲呢 为什么今天这么多年轻人爱吃麻辣的 纵欲 怎么讲呢 我们看 圣经大量流失 圣经大量流失之后啊 伤害了胃经 把这个胃伤害了 胃经伤害了 伤害之后呢 他在吃任何东西 没有味道 纵欲的人 他有个特点 他吃什么东西 没有味道 他必须得吃什么呢 高粱厚胃 尤其是刺激性的 而且吃麻辣的 他才能打开他的胃口 他往下吃 要不然他饿呀 所以说 我们看到今天 年纪很小的 都在吃麻辣的东西 什么原因呢 圣经上 哎 他有原因的 你说 今天的小孩子 黄色网站 据说一点 好 据说是很快就能上去 网吧里面 他到里面去上网 各位 我们看到那个病例啊 二十二岁的 二十二岁的小伙子 长的样子像十三岁的 为什么呢 瘦小干枯啊 那个骨头一碰 走在路上 稍稍一碰骨折 为什么呢 肾竹骨啊 肾竹骨生髓 那个骨头要是想坚硬 你的肾一定要先坚硬 它是 这个肾就像主管一样 他就主管这个骨骼的 哎 那个他为什么瘦小 发育不行呢 哎 大量的这个手银呢 哎 黄色的这些污染呢 这个年纪轻轻啊 哎 这些学生们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 新闻报道 小学六年级啊 开房间同居啊 那个新闻报出来 哎 六年级都在同居啊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种污染 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啊 祸国殃民的地步 所以 所以从中央到地方 现在的扫黄啊 哎 那是真正的是大快人心 否则的话 西方的价值观 席卷这个世界 席卷我们这个民族 我们的后代所办 啊 身体垮掉了 命运的 无限的悲惨 那怎么办 那所以那个 那个出租车司机啊 我有一次坐坐 这个司机就给我 他就骂我了 说听说你们是电视台 你们太确得了 我说怎么了 他说你们你看 播的这些电视剧啊 三分钟不到 两个人就就搂着 就上床了 要不然就是 他是他的情人 那个是那个情人 都反正就是乱称一锅舟 他说我怎么给我的孩子看呢 我说这也不是我们拍的 他说反正都是你们干的 都是你们播的 各位 我们做媒体的啊 我们做这个传媒的 包括我们在家里教育孩子啊 我们一言一行啊 讲这些黄色的笑话 讲这些啊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对孩子的污染太大了啊 所以我们走到今天的报刊亭 我们去看 我们打开电视去看 说的做的全都是这些东西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少看这些有害的媒体啊 这些东西 我们把它关掉了 我是做电视出身 我已经三四年的啊 这个时间呢 很少啊 看电视 我到现在呢 有个特点啊 不会打开电脑 不会上网 他们有人就说 现在什么时代了 离不开网络了 你太落伍了 他不了解啊 我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 做制片人 我到现在做义工 我们做这么多的节目 我还不会上网 我活得挺好啊 没有必要 非得说 标在那个网上啊 活在网里边 没有网络 你看我们活得挺好的吗 所以你的孩子 你的家人跟你说 你的家人呢 如果要是跟你说 哎 没有网络 活不了 假话 那骗人的 一样活得挺好 什么事都不当务 各位 那些东西的污染 太重了 它是有好处 但是它的副作用 它的污染太大了 我们过年过节 大家常常说一句啊 恭喜的话 哎 祝你荣华富贵 荣华什么意思 不知道 富贵知道 富 哎 物质条件丰富 不贫困 贵呢 有社会地位 这个富贵 荣华什么意思 不知道 荣华 按照中医来讲 就说明白了 荣华 你的五脏 被圣经啊 保养得很好 哎 荣华五脏之后啊 这个里面非常好啊 荣华之气 它就发出来 发在你的脸上 四肢上 那个人一看 气色呀 荣光焕发 跟别人 那别人跟他没法比啊 什么原因呢 他圣经充足 五脏兼顾 荣华 外露 说明这个人呢 说明这个人不纵欲呀 说明这个人 他圣经充足啊 这个就听明白了 哎 你五脏 很好 他自然就显成 那是真的 所以 我们常常讲这句话 祝你荣华富贵 什么意思 荣华就是让你不要纵欲呀 你要兼顾你的圣经 保养好他 哎 清心寡欲 那是健康的标志啊 哎 你荣华了 你才有富贵的基础啊 荣华为什么排在前面呢 就是你不纵欲 有个好身体 你的富和贵 才存在呀 你很短命 你身体病泱泱的 老生病 什么富贵 通通都是假的 所以荣华排在第一个 说明什么呢 这个人 古人交给我们 清心寡欲呀 他不做欲呀 交给的都是这个呀 学好地子归 做好中国人 您正在收看的是 大型公益纪录片 中华传统文化论坛 特别节目 圣贤教育 改变命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